下面一个比较重要的词汇 咱们来看一看这个推理推断 这个词跟老师大声先读一遍 deduce 再来一遍 deduce 推理或者推断 这个动词一定记住搭配 否则的话咱不会用 非常简单 记一个词from就好了 deduce something from something 由后者推断出前者 看一个简单例子 I can deduce his motives from his behavior 我能够怎么样 从他的行为举止 推断出他的动机 从后者推断出前者 这个非常好记 因为从嘛 中文中用从这个词嘛 用from是非常容易想到的一个计词 那么它的名词形式 就是翻译成推理 或者是得出的结论 直接把后面ce去掉 再把字母e去掉 加tiun就好了 跟老师大声来读一下 注意不要动词deduction 慢慢来 deduction deduction 好 再读一遍动词 deduce 再读名词 deduction 表示推理推断 或者表示得出的结论 都可以 推理或者是结论 叫deduction 跟它类似的 我们写作中要替换 有好多词 比方说 我们可以用conclude something from 由后者得出前面这个结论 这个搭配大家可能更熟悉 我们再读一遍吧 conclude conclude 比方说 what do you conclude from the evidence 从这些证据 你能得出什么样的结论呢 这后面跟from搭配 对吧 可以同时记 证据这个词第一个讲过 不可数 不能加s 它的名词形式是conclude 这个词有两个意思 第一个意思翻译成得出的结论 第二个意思翻译成事情的结束 结束这个意思 我们一会在课文中 这个这个这个就会碰到 另外在三十六课里面咱们也讲过 我们大声再读一下 conclude 第一个意思表示结论 第二个表示事情的结束 终结 都可以用它 还有一组 咱们在阅读真题中 见的特别多的 就是infer 也是跟from dot 也是由后者推理出前面 推导出前面 我们大声再读一下 infer 也是跟from来搭配 你看我们大家可能对这句话特别熟悉 what can we infer from the passage 从文章中 我们能推导出什么结论呢 能够推理出什么呢 你看这个infer跟from搭配 因为这句话我们在阅读真题中 后面的那个题目后面的 这个这个这个问题里面 常常出现这么一个题杆 infer叫推理推断 它的名词形式就是inference 既可以表示推理推断 也可以表示推出的推论 或者是结论 我们大声再读一下 inference inference 它特别类似我们刚才那个deduction 可以翻译推理推断 也可以表示推出的推论 或者是结论 好 这三组词 我们可以放在一块 把它同时记录 这个重点词 跟老师就看它这 好 下面一个重点词 咱们来看一看 这个不足的 或者是匮乏的 这个书面语 跟老师大声先读一遍 scanty 再来一遍 scanty 就匮乏的 缺乏的 不足的 那么这个词呢 比较文气一些 咱们看一些常见的例子 比如说 scanty clues 在本文中出现的 叫匮乏的 不充分的一些线索 这clue表示 叫按键的事情的线索 再比如说 scanty evidence 叫做不足的 缺乏的一些证据 那么这个证据呢 是不可数的 但是线索clue是可数的 总之 表示不充足的 匮乏的缺乏的 那么跟它类似的 还有好多一些其他词汇 比如说不充足的 还有一些比较文气的词汇 比如首先呢 可以把这个字母外去掉 直接变成的同根的一个形容词 意思完全一样 再来面 scant 也是表示匮乏的缺乏的 可以替换 或者后面两个比较大个的词 大声来面 insufficient insufficient inadequate 注意连读 inadequate 表示不充分的 缺乏的 匮乏的 这个都可以用 他们的反语词呢 就可以把后面这两个形容词 前面的否定字头 in去掉 变成充分的 充足的 我们大声里面 sufficient sufficient adequate adequate 当然也可以用大家更熟悉的 enough 但这些词比较 这几个词比较正式一些 比较文言一些 这是匮乏的 不充足的 那么我们再看跟他类似的词汇 还有一个词也是指不足的 难以得到的 有个形容词叫scares 我们大声跟老师见了一遍 scares scares 这个词也表示不足的 缺乏的 但跟上面这些词不一样的是呢 scares是个词一般表示 日常用品匮乏的 难以得到的 像什么水呀 什么日常的食物啊 日常用品比较匮乏 难以得到的 咱们看一些简单的例子 比如说food and clean water were becoming scarce 现在这个食物和干净的水 正在变得越来越匮乏 这可能正是在闹饥荒 或者打仗期间 那么食品和干净的水 这个变得越来越少见了 越来越匮乏了 这一般指日常用品 匮乏的scares 而上面这几个 像scan insufficient inadequate 而scanty 没有什么特殊的场合的限制 注意后面这个scare 有场合限制 那么还有一个 我们翻译成罕见的 它有点少 这个词翻译成 稀罕的 罕见的 我们再来面 rare 这个词在幸运的发现里面 我们见过那些罕见的 rare objects 罕见的东西 再比如说 a rare disease 一种罕见的疾病 a rare species 一种罕见的物种 这个都可以 这物种 这个词单复出同行 a species two species 单复同行 这些稀罕的 罕见的 还有呢 一个词叫spars 这个spars叫稀疏的 它强度不见少 而且两个之间离得特别远 就稀疏的 稀稀落落的 这种感觉 我们再来面 sparse sparse 我们经常说 a sparse population 一个稀疏的人口 就这个地方 地广人稀 人不但少 而且呢 这个零零星星 这有一个 离得很远 在二十公里 这个以外 有另外一个 叫稀疏的人口 它的还有一个 叫人口稀少的地区 可以用它的 复词形式 再构成一个 复合形容词 叫sparcely populated regions 叫人口稀少的地区 这个spar加ly之后 变成复词sparsely 我们大声读一下 人口稀少的 sparcely populated sparcely populated 我们在修设regions 叫人口稀疏的 这个地区 这也是表示少 还有一个表示 某种物质 比较匮乏的 有个搭配 咱们可以同时记住 叫be deficient in 刚才我们看 那个suf 开头 就sufficient 那是充分的 但deficient 是匮乏的 后面一般 多跟这次in搭配 某个物质 比较缺乏 把这个物质 放在in 后不就行了 某种物质 比较匮乏 比如说a diet deficient in vitamin C 这个diet 表示日常饮食 这种日常饮食怎么样 比较缺乏 文章素C的 一种日常饮食 就形容词端语 到后制定语 修饰这个名词diet vitamin 咱们原来是叫 叫维他命嘛 就是文章素 注意不要的vitamin 是vitamin vitamin 后面还是in 这声音 某种物质 比较匮乏 叫be deficient in 把这物质放在in 后面就好了 还有一个习语 叫be few and far between 也是表示人 或者事物 比较少见的 你看非常好记 feel是少 far between 两个之间还很远 也是稀罕的 少见的 只人质事物都可以 看个简单例子 people like john are few and far between 怎么翻译呢 能不能翻译成 喜欢约翰的人 很少 不行 为什么呢 如果like 翻译喜欢是动词 你这是动词 为动词 后面有一个r 又是为动词 错了吧 两个为动词 没联词错了 那么在这这个like 一定是借词 否则的话语法就错了 像约翰这样的人 那真是少之又少 可能是约翰是个大好人 少之又少 现在这年头 这么好的人少见了 少之又少 但换一个语境 可能成坏人了 你看这句话 thank god people like john are few and far between 感谢上帝 像约翰这样的大坏蛋 真是少之又少 那这个语境下 就变成坏人了 总之无论是好坏 罕见的少见的 叫be few and far between 可以同时记住 这是我们把这个 西罕的少见的 关键的一些重点词汇 和习语 跟老师放在一块记住 这个重点词 跟老师看到这儿 下面一个比较重要的词汇 来看看动词 engrave 就是雕刻这个词 我们大声先再读一遍 注意最后字母 V切尾 一定是自上牙 处下唇 停在这个动作上 再来遍 engrave engrave 叫雕刻 但这个雕刻呢 一般都强调在表面上 硬物的表面上 雕一些花纹啊 图案啊 等等等等 它一般是 这个这个这个 类似于符雕了 表面上雕刻的 而且一般都是花纹啊 图案啊 符号啊 这个东西 我们看一下在本文中 就三十八页课文的 第三十八课 第三十八课 我们课文的 第十三课 看看这个 里面有这么一句话 Historyans have long been puzzled by dots lines and symbols which have been engraved on walls bones and ivory tasks of mammoths 这些历史学 在长期来呢 对这些 小点啊 线条啊 还有符号 觉得很困惑 在哪里的 这个东西在哪呢 就刻在了 墙上 骨头上 还有猛马像的 象牙上的这些 你看 雕刻的是 点 线条符号 而且刻在表面上 象牙上啊 墙上 骨头上 用engrave这词 是恰如其分 但是我们的二十八课 五磅也太贵 见过另外一个雕刻 我们大声再读下 inscribe inscribe 这个大家应该比较熟悉 为什么呢 我们讲过scribe 这个词本来就是个字根 表示写字的意思 in表示进去 在里面写 刚好是在表面上雕刻 但这个词 老师说了 一定表示刻字 它不能表示刻花纹 刻图案 这个不行 一定是刻字 想某某某倒词一游 刻在柱子上 这个用这个词 恰如其分 咱们回顾一下 看看在二十八课里 用的准不准 一百三十四页的第十五行 一百三十四页的第十五行 有这么句话 At the base of the gold cap The words made in the USA had been neatly inscribed 在这个金笔帽的底部 美国制造这几个字 被工工整整地刻在那里 这里边用刻字 用inscribe这词 是恰如其分 也是一个极无动词 被雕刻在那吗 就好了 还有一些跟它 类似的一些刻 咱们不妨同时记住 在第十八课 这个当代艺术中的电流 咱们见过这个雕刻 叫sculpt 它名词雕刻艺术 或雕塑品 可以用sculpture 这个雕刻 一般是雕刻出 三维立体的一个雕塑 而不是在表面上刻一些东西 我们大师先读一下动词 sculpt sculpt 再读一下名词 表示雕塑艺术不刻数 但表示雕塑品就刻数了 大师听没 sculpt 当代艺术中的电流 十八课 咱们见过这次 这一般是雕刻出力铁的东西 还有一些呢 我们跟它类似的 这个也是一种刻的方式 我们大师先读一下 etch etch 这个咱们一般翻译是石刻 不是在石头上刻 那个石头 是腐蚀的石 就是这边一个 引石的引的左边 这边一个虫子的虫 腐蚀那个石 用腐蚀 比如说腐蚀液倒的什么东西 把它烧出花味来 以下我们在玻璃上 雕花一般是用石刻的方式 把这个不想要花的地方呢 用抗腐蚀的东西挡住 然后把腐蚀液倒在上面 那没有挡住的地方就烧进去了 凹陷进去了 这个方式来刻叫石刻 我们再读一下 etch etch 那么由这个etch呢 我们有固定搭配 它可以跟engrave放在一块 这两次可以替换 固定搭配叫be etched 或者叫be engraved on 或者in one's memory 表示某人永远不能忘记某个事情 为什么呢 被刻在了某人的记忆里边了 那么既可以用腐蚀这个刻 也可以表示在表面上 刻东西刻进去的刻 都可以了 再后面加on或者in也都行 表示某个东西某人永远不能忘记 咱们看看简单例子 the scene will be etched 或will be engraved on 或者in my memory forever 这个情景我一辈子也不会忘记 为什么呢 这个情景将会被刻在我的记忆里面 永始难忘 你看这两个雕刻 用在这个固定搭配 也是非常精彩和漂亮的 好 这是我们借这个机会 把这个有关刻相关的几个重点词汇 我们跟老师看到这 好 这个词我们就学习到这里 下面最后一个比较重点的词 咱们来看一看 使相互关联 跟老师大声在读边 correlate correlate 使相互关联 使相互联系 这个词也是一个起舞动词 它表示a变化 b跟着它一块变 叫相互 互相之间有关联 咱们看一看这个词的一些用法和常见搭配 同时可以看到 stress levels and heart disease are strongly correlated 那么stress level就是压力的程度 是stress 可表生活中的压力 hard disease当然是心脏病了 压力的程度和心脏病密切相关 这个密切相关叫be strongly correlated 密切相关就强烈的相关性 你看压力程度越大 心脏病的起率越高 压力程度小呢 心脏病的起率就低了一些 这个变化 这个跟着它来回变 这种感觉就correlate 那么跟它做一个小辨系 大家可能更熟悉的 使联系使关联 叫relate 它跟correlate 差了一个cor 这个字头 我们的co和cor cuin都可以表现在一起的意思 那么relate表示 与什么什么相关 但不一定是这个变化 它跟着变 就是两个东西之间有关联 未必是动态的平衡 我们看一个简单的例子 cancer cases in the area are directly related to the new nuclear power station power station 也个叫power plant 就是p-l-a-n-t 工厂这个词 叫发电厂发电站的意思 那么nuclear power station 就核电站了 那么在这一地区 癌症的这些病例 与这个新的核电站 有直接关系 有直接关系叫be directly related 我们可以加这次to 与什么什么 直接相关 这个核电站 并不是每天在变化 它变大一点 病例就多了 它变小一点 这个 它变小一点病例就少了 它并不是动态的 整个平衡 就是与它相关 叫be directly related to 而correlate 是相互变化的 一个变化 这个跟着它变 我们能看到这个 使用场合的区别 它的名词形式 也用的非常高频 就是相互关联 相互关系 我们再读一下这次 correlation correlation 我们同样通过例句 连搭配 带例子都看了 比如说 这么一个固定句型 there's a high correlation between a and b 你看 吸烟和肺癌之间 有高度的相关性 你看这个里面用 correlation 就为relation也好 relation同样表示关系 但correlation表示 动态的什么关系 它变化 另外一个根深它变 烟出的越多 得肺癌的几率 自然会越大 对吧 就这么一个 背下来 there is a high correlation between a and b ab之间 高度相关 好 这是我们先把38课里面 重点的词汇和习语 跟老师先看在这 希望大家一定反复复习 把它背诵下来 而不是看懂就行了 一定就是单词 比语法更加复杂 语法是明白了 理解了 会用了就可以了 单词这些搭配 拼写 使用场合 要背下来 所以词法 从某种意义来说 比语法要难得多 它不是明白 要背下来 所以一定仔细复习 好 生死短余克老师 就看在这